莫桑比克位于非洲南部 曾被葡萄牙人殖民统治了几百年 1975年正式脱离殖民统治 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作为一个农业国 莫桑比克76%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生产 再加上独立后连年内战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经济十分困难 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 1975年莫桑比克刚刚独立 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么多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得十分顺利 2008年5月12日 中国发生了8.8级的汶川大地震 无数中国百姓受灾 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 与中国共度难关 而莫桑比克在得知消息后 也立即向中国捐了4万人人民币 4万元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说 简直不值一提 甚至比不上中国一个普通人的年薪 但是对于莫桑比克来说 要集齐这些钱却必须举全国之力 要知道在当时莫桑比克的年人均生存总值 只有80美元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0.2美元 也就是1块6毛钱 他们的领导人到联合国开会 连路费都没法解决 却为中国捐了这么多钱 实在令人感动 滴水之恩当涌圈相报 这些年中国给予莫桑比克的回报 已经远不止万倍 除了金钱物资的援助 还有技术援助 各种大型工程的原件 让莫桑比克人民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 1986年 河南盲档山的几个村民 用炸药开山取石 意外之间 竟然发现山中有条10米长的铜钱路 里面还藏有无数珍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10米铜钱路即可观看